大哥大哥到的时候注意点 刚刚在家的时候突然想吃这个饼干了 这会出去没饼干 然后今天是我 算是我第一次把这个单反相机架到了这个 怎么说 虽然是我第一次把单反相机架到这个汽车里 我摄油也回来了 新西兰快递小哥 我靠这根本聪明啊 直接等一下 还能这么拖拉机箱 还是数你会玩 然后跟摄油打了个招呼 出去买这个饼干吃 我现在这个相机是用一个三脚架 直接用个三脚架就把它放在车里 也没个什么固定的 所以开车一定要慢 但我还是相信我的开车技术的 因为投温之地里面藤原拓海沾路的时候 放那个咖啡都不带洒的 我这放个三脚架 这稳定性怎么也比藤原拓海 这个咖啡要稳固很多 那话说回来 这鸡肉哥也算是新西兰南岛小车王 我这跑个城市旅的路 好了好了 牛逼不能再吹了 再吹 莫装逼装逼遭雷劈 别给我开着相机 给我记录一个事故现场 那麽就尴尬了 开这个车出去跑一圈 其实别的不怕 就怕别停车的时候 人家看见相机这一套设备 给我把车砸了 怎么这么爱折腾啊 前两天才把摩托车给撞了 这样玩下去的话 我感觉我的相机也快完结不保 没办法 东西买回来不就是要用吗 对吧 你不能说买个东西回来 你供着它 我就想拍出最好看的画面 不能伤了我观众老爷们的眼睛 你就这么暗的灯光 虽然我承认啊 大江的暗光拍摄还是很牛逼的 但是那肯定还是没有这种大光圈 大底来的这个画面要 对吧 我当红灯 我就是随便调的 也没调自动曝光 就是按照那个 刚刚就是上车的时候 看见光线暗 就把光圈开到最大 然后把RSO调的稍微高了一点 然后希望可以吧 找一个 找一个稍微价格便宜的这种超市 还是找一家离家近的 我觉得还是找一家离家近的 刚刚马路上这边看见一个小哥哥在跑步 可惜我的相机机位是定似的 不然就转给你们看了 其实你们看我在这开得很镇定 我这只手一直在扶着我的三脚架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天天就是想的 法子就是 去哪家超市买的 我觉得去这家就可以了 去家门口的这家 这个不是我的车 这是我明天工作要用的车 是一台丰田油电混动的 我看了一下 因为我自己车不是油电混动的 然后他这个油电混动丰田的 现在是满香油可以跑720公里 这不仅又让我想到了前两天 比亚迪那台满油满电可以跑2000公里的车 我前两天还想着要不把我现在开的丰田给卖了 换长城的坦克300 怎么样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也觉得很好 但后来发现没有钱 因为坦克300那台车在新西兰这边新车要卖到多少 新车要卖到6万6万多纽币 就是25万人民币 好到这个超市了 这个超市我一般不怎么来 叫New World 也算是我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地方 带大家绕一圈看一下这个超市 New World 现在这个灯光就很亮 国报了 带大家绕一圈 带大家绕一圈 带大家看一下这个New World 对吧总得给大家看点看点啥 对吧要不然光看我一个人在这 哒哒哒哒哒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New World 能看见外面吗 那个过报的地方就是New World的车灯 这就是超市 好了我去买小饼干吃了 应该这几分钟车不会被砸吧 我觉得应该不会被砸 不至于不至于 我们要有信心 好我现在去买东西啊 刚刚去买了一个我想吃的这个小饼干 然后还买了一个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干活开工比较早 可能四点多钟就要去干活了 买了一个这个功能饮料 就类似于像咱们国内喝的红牛 这边睡眠不够 饮料来凑 这会我就走了回家 欢迎开车 我怎么感觉我这车开的心神不宁了 走了走了 还是要扶着点三脚架 他这边只给左拐不给右拐 我想去搞个右拐可以吗 大拐弯 哇 这个停车场好绕 好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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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 你们能看见这个超市的名字吗 叫New World 这家超市 离家门口比较近 但是但是他家东西很贵 刚刚一个饼干 如果去那家便宜点的超市 同样一样东西可能能便宜大概 两到三纽币的样子吧 两到三纽币 那就一边拍视频一边开车 所以说为了安全 咱就不跑那么远了走 自从上次摩托车给撞下来以后 我现在过路口特别紧张 真的这个就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神 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讲的爱国一样 学习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它跟恨不恨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些人一提到什么学历史 啊就是什么什么宣传仇恨 这都哪跟哪 那照这样的话 说那鸡肉鸽现在过路口变道 都会变得很紧张很谨慎 那我这是一种恨吗 这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机制 对吧 你不摸刀片是因为你恨刀片吗 是因为你知道刀片会伤害你 你不把手放在火上烧 是因为你恨火吗 不是的 因为你知道火会烧你 那很简单的 我不能轻易的去相信美国和日本人 是因为我恨美国和日本人吗 不是 因为日本人在历史上 对吧 他侵略过咱们国家 美国人他现在还在针对咱们国家 这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会有那些人故意在这偷换概念 说什么爱国主义 学历史是什么仇恨 谈不上 我觉得真的谈不上 我靠大哥给变个灯 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好紧张好紧张 以前其实过这种路口的时候 我速度特别快的想到不带想直接就过 现在过了个曲是左看右看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这里的卡车都不简单 尤其是刚刚我的操事 又是在这个大学附近 我现在看见大学生开车 在新西兰 看见新西兰的大学生开车 我是正经紧张 我是正经紧张 别看肌肉哥练的很威猛 那再强大的肌肉他也不经壮是吧 别说了 这个上次已经是很幸运 后面如果再来个这种卡车 你别说壮了碰一下 哥就直接得 这边晚上大卡车已经开始 跑长途了 出城了 明天早上我要跑长途 要去皇后镇 早上四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路上应该不会忙 但是我也不太希望看见这种大卡车 我刚刚过弯的时候差一点相机就翻了 差一点 我发现我在国外一个人过 这种孤单的时候 相机那绝对就是我最佳的朋友 那就属于一个人对着相机 嘚巴嘚嘚巴嘚 你们注意看在国外过久的人 开车啥的 手机都不带想一下的 哥没跟你们在这矫情是吧 你看开车来回 真的手机都不带想一下 国内的朋友永远不会知道 国外的同胞们有多么的空虚寂寞 好了到家了到家了 吃饼干吃饼干 饼干让我快乐 到家到家 我觉得这个三脚架放在这边还行 倒个车 这个倒车的屏幕还是很亮 哦呦 瞬间就把歌 哎呀哎呀 我紧贴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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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贴着我的车 好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里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喜欢我的内容 最后不要忘记人一见三连 Peace